首先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UniApp都有哪些核心知识点 通过本小节 可以让我们快速的掌握 UniApp的一个知识结构 从而让我们在学习 接下来的课程会更轻松 我们先来看一下 UniApp的一个开发规范 第一个页面遵循了 微有单文件组件的一个规范 那单文件组件规范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得知道 微有文件是一个 自定义的文件类型 用类html语法来描述一个微有组件 每个微有组件包含了 三种类型的顶级语言块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 Tablet语言块 它是做什么的呢 它是我们的一个模板块 Tablet在我们的页面只能有一个 这里去写我们整个页面的模块 标签我们全都写在这里 然后第二个 是我们script的胶本块 script在我们的页面 也只能有一个 这里去写我们当前的页面逻辑 我们所有的页面逻辑 全都写在script的一个脚本块里面 然后我们来看最后一个style style呢 是我们的一个样式块 我们所有的样式呢 去写在我们的一个style标签里面 style呢 在我们的页面里面 它是可以有多个的 以上的三个语言块呢 就构成了我们当前的一个页面 第二个呢 组件标签靠近小程序规范 这个我们在上一小节中 我们有大概的去提起过 跟vill不同的是呢 我们的标签使用的是像vill text 这样类似于小程序的基础组件式的标签呢 来开发我们的项目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像上面body这种呢 它是我们像普通的web开发 我们去写div、mg、span这种标签 去构成我们当前的一个页面 而我们的uniapp呢 是像下面tablin的标签块里边呢 我们使用vill、image、test 这样的一个基础组件 构成我们当前的一个页面 这是我们的uniapp 和我们普通的web开发的一个区别 然后我们来看第三个 接口能力 gsAPI靠近微信小程序规范 像我们在使用vill的时候呢 是没有API可以直接调起我们手机的原生能力的 而在uniapp中呢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uni前缀的API 直接使用这些原生的手机能力 比如说当前我们要获取一个网络类型 我们可以使用uni前缀的API方法 像uni.getnetworktype getnetworktype呢 这是我们获取网络类型的一个API 这样就可以直接去获取我们当前的一个手机的网络环境 这就是一个API的基础用法 而在我们之后的课程呢 像API的使用 我们都会详细的去讲解 然后我们来看第四个 是我们的数据绑定及事件处理 同webgs规范 就是说我们的数据绑定 条件判断 列表渲染 像一些点击事件 输入事件等 我们都是跟web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不用描述太多 在后面的实战课程中呢 我们会详细的去讲解这方面的内容 从零开始一点一点的去把这部分的内容给大家讲明白 最后我们建议使用flex布局 可能在web开发中 我们在使用flex布局的时候 会考虑浏览器兼容的一个问题 不同的浏览器 我们可能要去加不同的浏览器前缀 来做一个适配 而在uniapp中呢 我们则完全不用去担心这些问题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所有的样式 而这些兼容的问题呢 我们可以通通的去泡给我们的uniapp框架完成 它会帮我们全权处理好这些兼容问题 这些呢 就是我们uniapp开发的一个规范 规范说完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看uniapp都有哪些特色的指示点 第一个 在我们uniapp中呢 会使用一个条件编译 怎么理解呢 现在我们平台有很多app小程序和h5 难免呢 会有一些平台有些功能 其他的平台不支持 但是uniapp并不能去抹平这些平台差异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写大量的e-flex 像这样的一些代码 会让我们的代码变得很难维护 而且编译到不同的工程之后呢 再想去进行一个二次修改 也会给我们造成一个大量的阻碍 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时候 就可以使用我们的一个条件编译了 在C译元中通过 净e-f-def净e-f-ndef的方式 去兼容windows和mac的一个代码 参考这个思路呢 uniapp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条件编译的代码 在一个工程里 优雅的去完成平台的一个个性化实现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当前条件编译的一个写法 我们通过净e-f-def 然后我们的一个平台 中间呢去写我们的特色的一些平台代码 最后呢以-endf的一个方式结尾 这样呢我们编译之后 只会把当前我们条件编译中的一个代码去编译到我们对应的平台 而不在我们条件编译中的代码 则不会去编译到我们这个对应的平台 就会减少我们代码的一个冗余 这样对我们一个二次修改会有很大的帮助 这就是我们的条件编译的写法 这些在我们的实战课程中呢 也会详细的跟大家去讲解 然后如何去使用我们的条件编译 我们来看下一个 App端的NVIL开发 那什么是NVIL呢 NVIL是NativeVIL的一个简写 那为了让我们的App端所到原生的体验 UniApp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后缀为NVIL的引荐 它是做什么的呢 NVIL内置了我们的VIX的一个渲染引擎 VIX在之前的课程中 我们也有提过 它给我们的App提供了一个原生的渲染能力 在NVIL中我们既可以使用VIX的组件API 也可以使用UniApp的组件和API 这就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是NVIL为VIX渲染引擎 补充了大量UniApp的组件和API 这样我们在使用过程中 会更加的快捷和方便 然后我们来看下一个 HTML5加 HTML5加引擎 可以帮助我们在App端 直接调用原生的插件 像一些比较复杂的功能 在纯钱端很难去做到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原生的安卓和IOS的插件 来帮助我们去实现这些功能 同时5加还内置了几十万的API方法 让我们能够方便的快速去实现 这些丰富的一个原生能力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5加的引擎 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刚刚说到的NVIL和5加 只能在我们的App端去使用 在H5和小程序端是无法使用的 如果我们的项目只是去开发APP端的话 不妨去体验一下NVIL和5加的一些能力 关于这两方面的内容 我们这节课不会涉及到 所以咱们在这里就不去进行一个过多的描述 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去自己学习了解一下 如果同学在使用NVIL和5加的过程中 遇到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问我 我也会很耐心的去跟大家解答这些问题 我们UniApp的一个特色说完之后 再看一下我们UniApp都有哪些基础的知识点 首先我们UniApp的第一个点就是组件 组件我们有基础组件 基础组件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一些VIL Text,Image这些基础组件 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自定义组件 不管是在UniApp还是在VIL或是小程序中 自定义组件都是我们重中之重的一块内容 所以在我们后续的实战开发的时候 我们全局都是在使用一个组件化的思想去做开发 希望同学们可以对这里做一个重点的标记 然后是我们的一个API 比如说像一些网络状态 网络请求 获取手机系统信息等 都可以通过API去获取 然后是我们的一个路由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UniApp里面是没有VIL Root的概念的 我们在这里讲的路由 更接近小程序的一个页面切换 所有的页面切换 都可以去理解成为一个路由 然后是贯穿我们全局的一个生命周期 生命周期也是比较重要的一块内容 像页面隐藏 显示 应用的切前后台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在项目中会经常遇到的问题 生命周期我们也在这里做一个重点标记 之后我会跟大家完整的讲解 生命周期的一个过程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语法 语法包括一些数据绑定 条件判断 列表渲染 还有事件等等等 我们都要去熟练的掌握 还有我们的一个布局样式 其中包括像一些样式的引用 如何使用样式的预编仪器 比如说像SaaS Less这些 还有我们的一个全局样式 局部样式的一个区别 还有如何使用字体图标等 这些知识点呢 都是比较基础的一个样式布局相关的 所以我们这些呢 也要去熟练的掌握 以上就是我们UNIAP核心知识点的一个梳理 希望同学们可以通过本小节 对UNIAP的知识点有个大体的印象 在之后我们的项目环节 你会更清楚 我每个知识点都在讲什么 希望接下来的学习呢 同学们